海北市民泉中路的圆环 是一个角度很长 而且坡度内高外低的圆环 从由这个圆环开始 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好多次的翻车事件 当然车型超速是大原因 但是很多专家们认为 这儿的地理因素也是值得商购的地方 直较五一点多钟 又有一辆车号1517115 华中行的大型货贵车 那就是自己翻车了 油料流了满电池计划 也感到限定温度的原因 目前情况希望经过这儿的车 要点击影视 同时希望远缓角度和坡度 要重新设计